選好之後我們就儲存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的 商店的頁面來 那這個商店的版面 會依照你的主題不同 右手不同 所以可能你的畫面 會跟我不一樣 不過無所謂 結帳的流程大概都是怎樣 先加入購物車 然後你去看購物車是否正確 要不要 變更數量 金額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以刪除它清空它 那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前往結帳 金流會出現在結帳頁面 就是checkout這個頁面 所以現在你可以在右邊看到 有歐富寶可以做選擇 那你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沒有分期的選項 因為我剛剛沒有選 好那我們現在就選擇 信用卡來做測試 我們就直接按 當然你帳單資料先填 然後按下單購買 好那這時候你看畫面 就一直在轉 轉到歐富寶的畫面 那這個時候 這邊顯示是測試店家 所以這是測試OK的 那在這邊你要填資料 那在歐富寶其實它有提供 就是一個測試的時候你要填的資料 像卡號的部分它就讓你填這個 卡號填這個墨山碼填這個 時間要填今天以後的時間 然後我們回來填 卡號墨山碼時間 我今年是2015嘛 所以填1617隨便填都可以 然後這邊手機號碼 你必須要填真的手機 因為等一下它會發簡訊給你 所以在這邊填完之後 我們按送出 好所以 就進到這個頁面 就是你要接收 簡訊 那我現在收到簡訊了 簡訊是 4340 好然後確認送出 然後 它又開始跑 它的動作 好付款成功了 這還是測試商家 我是用它提供的卡號 所以我沒有真的付到錢 然後按 返回商店